这样子我们就在这个上面的装饰足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我们接下来的流出的部分 我们都是要加这个角珠 但是我们并没有每一组加 我们间隔一组 这个是前面一二三四五 五组的基本的圣彼得宝鞭之后 加一组上面的装饰珠是有角珠的 在编一组基本的基本型的圣彼得宝鞭 然后才在编一组上侧的装饰珠是有变化的 就这样子 一组有变化一组没有一组有一组没有 这样子总共要加七组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颗 七颗圣彼角珠之后 我们就把它收线收掉 那等一下呢 这个第一侧编好了之后 我们再编第二侧 以同样的方式编第二侧 所以两侧会是一样 但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共用 共用这里是 这个两颗十二珍珠的前面 这个螺旋边编完之后呢 这个加了两颗十二零 一颗四米角珠 以及这颗八米的珍珠 是要共用的 那记得这个流书的这个 第二侧的流书 它的下装饰 第一组的下侧的装饰珠 也是共用这个第一侧的一颗珠 来作为那个下面的装饰珠 这样才会比较密合一点点 好 那刚才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条线 我们还没有收掉 在这个圣彼得宝边的时候 我们是两侧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刚才只用了一条线 来做编这一块 那这条线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收线收掉 怎么收 你可以在螺旋边的部分收 但也可以在圣彼得宝边的部分收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以在这个 这个地方做收线 也可以在这里做收线 那我会想要到圣彼得宝边 来做收线的动作 因为我可以补强 这中间所有的 那个 这个一线过去的 一条线的地方 我都可以做补强的动作 所以我直接在这里 冲过珍珠之后 快速的前进 穿过所有的中间珠 到那个 圣彼得宝边的部分 就只有前进中间珠的部分 快速的前进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你很难再穿过这两颗珠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已经完成两侧了 像这样子已经完成了 两侧的这个圣彼得宝边 所以基本上这里就会有两条线穿过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两颗珠子已经不好前进了 那你就再加两颗 没有关系 再加两颗十二楼 然后再前进这个 角珠跟珍珠 再来圣彼得宝边的地方做收线 那圣彼得宝边的那个收线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用 口字形的方式来收 不一定要回穿那个装饰桌 我可以这样子就是 加 就等于是类似我们在编的时候 加了珠子的数量 就是前进六颗 跟我们编的顺序一模一样 先加六颗珠子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前进六颗 然后再加上面的装饰珠 再回穿 这个三颗 然后再往另外一次 再继续往前走 跟编制的方法都一样的方式 来做收线的动作 现在我们要来在这个圣彼得宝边 完成的部分 后段再加一个直线的噴纸法的一个项链 首先加一颗 这是金属的挡珠 因为最后我们要把它压边来固定线 那这个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概留10至15公分就可以了 这个尾端 因为这个等一下是做收线的 所以不用很长 那我们先加5颗的12颗 再加一颗角珠 5颗12颗 一颗角珠 再接着加15颗 一颗角珠 再接着加15颗 总共15颗 再穿过一颗珍珠 6米的珍珠 5颗 像这样子 5颗 这是挡珠 要由下往上回穿它固定 那这里是5颗的12颗 再1颗角珠 再15颗12颗 再1颗珍珠 好 那总共要做 加了 这个要加3颗珍珠 这里1 2 3 3颗珍珠之后 还要再做一组 这个只有小珠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穿了 就是会有4组的这个12颗的地方 就是1 2 3 4 等于是珍珠过后 还有一组的12颗的部分 那我们在跟圣笔的宝边结合之前 我们要再多加2颗 因为那个是一个转弯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共用1颗 所以我们现在编完的这个 就是最后一组的5颗12颗 4米角珠 在15颗12颗之后 还要再加2颗的12颗 穿过圣笔的宝边的转弯的这个黄 再加1颗12颗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圣笔的宝边朝下 那我们刚才加的路纸在上面 由下往上回穿 倒数第二颗 这是倒数第一颗 这是倒数第二颗 这是倒数第二颗 这颗要共用 那原来的15颗还在 都没有去冻它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编的这个第二侧 一样 就是跟刚才的方式一样 先加5颗12颗 再1颗4米角珠 再15颗12颗 像这样子 这是我们刚才在圣笔的宝边之后回转的 那一样加5颗12颗 角珠12颗 然后这里珍珠要共用 就前进刚才第一侧的珍珠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 刚才的这个第一侧 我们再加一组 就是再加一样的织法 都是5颗12颗 一颗角珠 在15颗12颗的方式 然后回到这边来 再来去跟扣具做结合 那加完的这个15颗的 最后一组的15颗 12颗之后 我们要前进 低侧的这一颗挡珠 金属的挡珠 然后再加一颗12颗 穿过扣具 因为我在扣具的前后 还有一颗12颗 它的左右各有一颗12颗 所以穿过扣具之后 我们还要再加一颗12颗 等于是在挡珠的 挡珠跟扣具的中间 左右各有一颗12颗 然后接下来回穿这颗挡珠 那我们要在挡珠 这里稍微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我们要来这样子 回穿这颗挡珠 让它线稍微 比较老一点点 而不是只有直线穿过 它有回穿的动作 这个一定要拉好 确实有拉紧 密合 然后我们可以用剩下的线 再把所有的珠子回穿一次 然后再回来这里 那最后结束的时候 不要再长度这里做结束 我们可以再多前进几颗 你要多前进几组也都可以 但是就是在那个角珠的地方 把它做结束 再穿过角珠之后 线剪掉 那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回穿 你们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先做回穿的动作 等于是让这个直线项链 跟圣笔的法边的中间 不会只有一条线 目前是只有一条线 所以要请你们拿100公分的 做法编织线 就是这个用意 要做回穿使用 等于是这个直线编织的部分 都会有两条线在珠子里面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不要再挡珠就把线剪掉 要继续回穿 线够的话继续回穿几柱 然后在角珠或者是珍珠 大珠子的后面结束 把线剪掉 那最后这个挡珠 要把它压扁 用那个尖嘴钳 把它压扁来固定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做法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做法 就像这样子 两侧都编一样的做法 这样子就完成了 外置叶和身边的旁边的螺旋下面 了 这是一侧的能量 感谢观看